我是KD 天赋更新了新地图 很多小伙伴 不管是在端游呢 还是在国际服 都可能已经玩腻了 博服呢 才刚刚上架体验服 端游叫什么来着 金卡拉 拉卡金 拉金卡 哦对了 卡拉金 不管是什么吧 这张名为夺宝战场的地图 只是在卡金拉的基础上 加了一些自己的元素 在出城道 我们可以看出 这张地图呢 是在玄武的背上 玄武 话说玄武身上 不是铲着一条蛇吗 不严谨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是地图上只有金条 武器需要自己购买 包括弹药啊 药包啊 还有配件 这一些通通 都需要自己去购买 这张地图非常地小 从航线的始端 可以直接飞到末尾 一点也不夸张 整个地图有三座金框 想快速满配的话 去这里肯定是没有错的 不过也是需要付出 代价的 首先人肯定不会少的 再一个就是 你首先需要一颗粘性炸弹 我们只好去附近的野区 先搜一下这个金条 然后购买粘性炸弹 这里我又不得不吐槽一下了 很多手残党呢 可能还是喜欢搜 而不是买 尤其是刚落地的时候 既要面对附近的敌人 还要考虑我先买哪个核算 毕竟装备是不能退的呀 消灭完附近的敌人以后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粘性炸弹 准确无误的贴在入口即可 接下来就找地方躲好 以免被误伤 洞口被爆破以后呢 就可以下去开采了 开采哈 的确是开采 下面呢 有两种获取金框的方法 一种就是开采 另一种则只需要一颗粘性炸弹 在这里我需要大家强烈 注意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模式的节奏很快 我们一般会直接来到这里 而不是等满配了以后再来 对吧 所以像我这种没头没甲的情况不在少数 在这里我需要告诫大家的是什么呢 请不要和里边的NPC 赤手空拳的搏斗 记住千万不要这么做 一镰刀下去 你就会少去90%的血量 请不要质疑 这是我用机票换来的经验 开采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拾去了400块金条 接下来再去下面寻找这块 有明显破损的墙壁 把粘性炸弹丢上去 这里边的金条也有很多 等拿完这两处地方的金条后 你基本上是可以做出一身小满配了 小满配可以啊 要想再买更多的武器或者配件 你还需要接着寻找这个金条 在这里我教大家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实用的方法 如何快速的获取金条呢 看到这个矿车了吧 地图上这个三个矿洞其实是连接的啊 你坐着这个矿车就能快速的到达 肯定也有人在隔壁矿洞拿金条啊 对不对 我们今天呢就打它个初期不备 你们想象被莫名其妙的偷袭一锅端 是不是有画面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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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